海洋沉积物分布与地次记录 海洋占地球表面约70%的面积 但人类对海洋的了解却远远不足 透过深海钻探计划 可以帮助我们对海洋地壳的年龄与形成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深海钻探计划在全球各大洋进行钻探 藉由分析海窗岩芯标本 发现到中阳脊顶部几乎没有沉积物 而且从各个采样点测量出来的沉积物厚度 显示与中阳脊的距离越远 沉积物厚度越厚 另外海洋地壳的年代 则是与中阳脊的距离越远而越老 除此之外 科学家还有其他发现 由于新的海洋地壳是从中阳脊裂谷喷发 沿江冷却后形成的 而当沿江温度冷却到 居里温度以下时 内含的磁性矿物便会记录下 当时地球的磁场方向 因此随着中阳脊新生海洋地壳不断生成并扩张 并往两侧推移 每个地质年代的沿江就会记录下当时的地球磁场方向了 我们将与现在地球磁场方向相同的古地磁方向称为正向磁脊 反之就是复向磁脊 经过分析发现 中阳脊两侧地磁记录呈现正反相间左右对称的现象 这个现象不仅成为地磁曾经倒转的证明 也是海底扩张说的有力证据 透过深海钻探计划 科学家得到许多观测结果 并以此重建了大西洋扩张室 同时也帮大陆飘移说奠定更加稳固的科学基础 若有甲、乙、丙三处地点 其中甲地与丙地位于中阳脊东侧 乙地位于中阳脊西侧 且甲地距离中阳脊10公里 乙地距离25公里 丙地距离中阳脊15公里 请依照海底扩张学说的内容 假设中阳脊两侧扩张速率相等于每年一公分 请绘图表示 甲乙丙三地位置对应海洋地科年龄的分布图 横坐标需标是甲乙丙三地与中阳脊 纵坐标需标是海洋地科年龄 答案 因为海洋扩张性向为中阳脊 盘出玄武岩脂岩浆 于冷却后形成新的海洋地壳 将较老的海洋地壳往两侧扩张 一提一 在绘制横坐标时 可把中阳脊放在中间 右方假设为东侧 左方则为西侧 依照与中阳脊的距离比例 甲比乙比丙为10比25比15 分别将甲丙标于右侧 乙标于左侧 利用题目所给甲乙丙三地与中阳脊距离 和海底扩张速率计算出 三地海洋地科年龄 将其标示于纵坐标上即可 例如甲地距离中阳脊10公里 扩张速率每年一公分 10公里等于100万公分 因此可计算出海洋地科年龄为100万年 以此类推 计算出 乙丙两地海洋地科年龄分别为 150万年与250万年